4日下午,央视先宣布布波羽球男双决赛 傍晚又突然改变决定宣布转播 第一局中国组合一路落后 央视迟迟不开始转播 直到第二局开打几分钟后才开始 确定中国队输球后又突然切断讯号 在2024年巴尼奥运羽球男双决赛中 台湾选手王麒麟与李洋组成的林洋佩 成功击败中国选手两位康宇王厂赢得金牌 然而,中国央视的转播策略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争议 李洋和王麒麟从被戳到死亡之主开始 赛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击败中国队 成功实现二连霸 他们的努力让奥运颁奖台上 台上响起了中华民国国习歌 这一幕令观众们深感骄傲 市民球评十名仅指出 中国央视在转播这场比赛时 采取了犹豫不决的策略 四日下午,央视先宣布布波羽球男双决赛 傍晚又突然改变决定宣布转播 第一局中国组合一路落后 央视迟迟不开始转播 迟到第二局开打几分钟后才开始 确定中国队输球后又突然切断讯号 执民警直言 一场持续一小时33分钟的比赛 央视前后直播了40分钟 这种做法让人摸不住头绪 前桃源是以王浩宇直言 人双颁奖典礼上中华民国国旗歌声洪亮 中国各种转播瞬间断线 让人感到十分畅快 王浩宇指出 估计媒体对台湾队在此时奥运的预测并不乐观 奖牌数和排名都被预测在后段 任何一枚奖牌对台湾来说都是惊喜 感谢每一位运动员在比赛中都没有放弃 这一转播策略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和嘲讽 有人表示 这么好笑的泱泱大国 继续播会被颁奖典礼的国旗歌洗脸 看自己赢的那段就好 输不起 世界排名第一都不播 是多自卑 这叫大国自信你不懂 辛苦中国的广电总局及一线操作讯号的人员们 中国官方未免也太输不起 我又播啦 我又不播啦 东京奥运也是比赛结束马上切讯号 然后新闻报道的势不敌对手 大家对林洋佩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许多网友对他在长期未参赛的情况下 仍代表国家出赛表示不满 并对他的表现提出批评 一位湘民质疑道 曾永然10月没比赛 这是练武奇才吗 其他网友也纷纷表示 休息10个月根本没在减资 怎么可能打出好成绩 在7月30日的巴黎奥运网球女双赛事中 台湾选手张永然与张浩勤 迎来了他们的首场比赛 面对上届东京奥运金牌得主 杰克组合 巴巴拉快亚夫和卡特伊纳斯尼康 张家姊妹以4比6 0比6的比分败北指不首轮 这是张永然最后一次参加奥运 他在赛后表示 能够在10个月未参赛后 重返赛场也是宝贵经历 但这番话却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和批评 比赛初期张家姊妹与对手会有攻防 首盘第7局率先破发 以4比3领先 然而 杰克组合迅速反击 将比分扳平 第9和第10局 对手连续爆发并破发 以6比4赢下首盘 次盘中张家姊妹还未能找回状态 最终于0比6落败 结束了他们的巴尼奥运之旅 赛后 曾永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姐妹俩一上场就展现出高度默契 对对手施加了不少压力 考虑到他因伤休息了10个月 巴尼奥运只是他伤后付出的第二场比赛 能够完成比赛并给对手带来压力 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曾永然的赛后言论在PTT上 引发了大量讨论和质疑 许多网友对他在长期未参赛的情况下 仍代表国家出赛表示不满 并对他的表现提出批评 一位湘民质疑道 曾永然10月没比赛 这是练武奇才吗 其他网友也纷纷表示 休息10个月根本没在减职 怎么可能打出好成绩 国家出钱让他去观光 真是太爽了 奥运派这种来乱的真该检讨 根本公费去巴尼玩 曾永然与张浩勤在巴尼奥运的实力 引发了网络上的广泛讨论 无论是对选手个人的质疑 还是对体育制度的反思 这场比赛都成为了话题焦点 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Jack Rowling近期在社交平台 X上转发微报的报道 再次表达对林玉婷 和阿尔吉利亚选手 哈利夫的性别资格质疑 他留言道 如何才能终止这种疯狂现象 是等到你全手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 还是等到有人因此丧命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JK Rowling JK Rowling引起对跨性别议题的立场 长期引发争议 近2020年 他因有月经人才是女人的言论 遭受猛烈批评后 近日他再度引发争议 至于台湾全机选手 林玉婷的巴尼奥运参赛资格 JK Rowling自2020年以来 因其对跨性别议题的公开言论 一直备受争议 他坚持反对跨性别女性 是女人的观点 并表示即使因此言论入狱也无所谓 Rowling的立场在过去几年里 引发了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演员 在内的广泛批评和公开切割 JK Rowling近期在社交平台 X上转发微报的报导 再次表达对林玉婷 和阿尔及利亚选手 哈利夫的性别资格质疑 他留言道 如何才能终止这种疯狂现象 是等到你全手受到 无法挽回的伤害 还是等到有人因此丧命 这番言论迅速点燃了网友的激烈讨论 Rowling的质疑并非孤立无援 美国前奥运游泳选手 南希 霍格黑德 Nancy Huxhead 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点名林玉婷和哈利夫 批评本届奥运对性别认定过于宽松 他强调 只要是生理男性 不论其性别认同为何 他们的拳头力量比女性强162% 这种性别意识形态会危及女性的安全 林玉婷去年赴印度参加女子拳击四锦赛 但因性别血液检测性别生化异常而被取消铜牌 然而 台湾体育署为他平凡 指出他在过去三年中 接受了14运动竞要检测结果均无异常 关于外界关注的荷尔蒙 异固同龙度 他的检测报告也符合国际参赛标准 台湾体育署署长郑世忠表示 林玉婷根据国际奥会的规范 以在杭州亚运获得金牌的成绩 取得帮你奥运参赛资格 顺世忠强调 林玉婷与其他运动员一样 长期接受运动竞要和其他相关检测 没有任何参赛资格的争议 大家对林玉婷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香港网友认为如果不是台湾裁判 张家郎早就能轻松获胜 意大利方面则认为台湾裁判偏袒香港选手 认为两地距离太近 影响了裁判的公正性 意大利方面对此次判决表示强烈不满 意大利建计联会在获得 意大利奥委会会长马来高的支持后 表示将向国际建联及国际奥委会提出正式抗议 巴黎奥运的焦点之一无疑是香港建成张家郎的夺冠之战 张家郎在男子个人花见决赛中 以15比14的成绩显算意大利选手菲利波马基 然而 这场紧张刺激的比赛并未就此平息 反而因为裁判的判决引发了广泛争议 成为各大社交平台上的乐意话题 在决赛中 张家郎一度以12比14落后 但他奋起直追 最终将比分扳平至14比14 这样的情况下 双方选手需要通过决一键来决定胜负 比赛中 张家郎和马基三次同时刺中对方 每次都需要裁判进行判决 最终 经过影片回放 裁判判定张家郎以15比14胜出 为香港赢得金牌 这场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网友在PTT的Gossiping板上 以台湾基建裁判能入香港跟意大利为题发文 迅速引发热烈讨论 该网友指出 香港和意大利双方对裁判的判决都表示不满 香港网友认为如果不是台湾裁判 张家郎早就能轻松获胜 意大利方面则认为台湾裁判偏袒香港选手 认为两地距离太近 影响了裁判的公正性 意大利方面对此次判决表示强烈不满 意大利建基联会在获得意大利奥委会会长马来高的支持后 表示将向国际建联及国际奥委会提出正式抗议 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裁决 建基联会会长艾斯称这次判决剥夺了马基因德的金牌 这样的情况前所未见 对于意大利方面的抗议 香港奥委会表示 奥运是全球最高水平的赛事 他们尊重所有赛果及裁判决定 并深信奥林匹克精神 获得银牌的马基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他承认听到了大家对裁判的不满声音 但强调裁判的决定必须被尊重 并表示将不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裁判 因为这除了替自己找借口 什么都不会得到 他说发生的事情都已过去了 但未来是操之在即的 我是个永远追求极限永不满足的人 正因为永不满足 当下无法立即为获得的奖牌感到高兴 不过前段时间 一位伟大的冠军告诉我 奖牌总是值得庆祝的 事实上 获得这面银牌值得感到快乐与幸福 所以让我们克服巨大的失望 享受拥有的一切 我将回顾所犯的错误 并尝试改进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大家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国队落后三分 但最后一次进攻竞选择上篮得分 让观众和外国球评都大感错愕 至于为什么要投两分 网友纷纷洗版回应 后卫可能记错分数了 看起来香港下班 中国女男在巴黎奥运手战面对西班牙队 原本一路领先的他们在下半场陷入胶着 更在比赛最后27秒被西班牙队搬平 最令人惊讶的是 延长赛即将结束时 中国队落后三分 但最后一次进攻竞选择上篮得分 让观众和外国球评都大感错愕 至于为什么要投两分 网友纷纷洗版回应 后卫可能记错分数了 看起来像敢下班 领先全场却被拖进延长赛 最后这操作真是让人笑翻 我也很错愕 笑死 直接上篮 对方发球也不上去犯规 真是搞笑 全场丙袭以待 结果这样搞笑真是让人吐血 不敢投三分 为什么不把球交给王牌李梦主理 没人敢挺身而出 心脏不够大磕 主播傻眼 真心傻眼 国外主播最后崩溃 为什么要投两分 怎样都应该砸三分吧 到底XD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